很難忘的 過往的領域 在今天要暫時開臺 我心裡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講的 那麼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是有希望的 只要大家堅持 更加希望我們政府 是撫平這兩年的傷口 使得市民信任政府 政府也要信任市民 香港才能夠按据更加可以的 就不要賣地了 我們公屋建更多 使劏房會真正解決 不要輸入這麼多勞工 如果你輸入勞工 你說清楚 每個行業 你給他們幾千人工 因為 譬如我講的行業 在過去三年Omicron的事件 已經國泰大量裁員 在裁員之後你重新醒他 你不需要培訓 你用回新的工資去進去 已經有一幫技術人員在這裡 除非你說不了給我聽 你是用廉價的 你用東南亞的廉價勞動力 去衝擊市場 那麼香港人呢 打工仔就不會很慘了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建造業 成建商 發展商 他們當時落標 是在落市值的人工 如果他現在用廉價的勞工 去充斥市場 代了錢的不是政府理 不是香港市民 是那些建造商 那你給回合理 那個工資香港人呢 你大家記不記得 由三十七個半 去到四十元 這個只要最低工資 咬到牙血都不 咬了兩年 才可以拿到 過去打工仔 說要爭取合理工資 叫政府介入 政府就說 這個是市場經濟 政府不應該介入的 如果是市場經濟 你現在丟這麼多人下來 香港打工仔 是應付不了的 最好笑的就是 政府有聲氣說 那些專才落到來 我們怎麼協助它 去置業 這個真的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專才落到來 香港都不能夠生活 都要是政府協助它上車 證明樓貴 人工便宜了 你怎麼能夠令到 打工仔能夠安居落業 真正落實 我們習主席說的 現在把中國的大廠提供 劏房房 撤禿 切斷 不要用簡約公屋 假如公屋是令香港人浪費了錢 成七十多萬成本一個單位 五年之後又拆掉 建一個公屋是五十萬 但一個單位可以用三四十 不要賣地了 沒有地去建了嗎? 你還有用地去賣 你就多建一些公屋 希望李家超聽聽市民的話 希望政府會應一下市民的話 我們電台就收米了 我們的聲音就無故在一起 只不過說 祝香港 販命昌食 其實呢 過去呢 我們18年創台開始 我們沒有想過 要多少收聽率 我們覺得 開放大氣電波的天空 無論是專業 或者是冤業 都可以過來發言 就是它發聲 就可以代表它自己的聲音 我們給它們 給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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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審查它們說什麼 但是現在你在其它大台 那些大台呢 是要審查了 你說什麼 你符合它們 民間平台不需要 我們做到這個風氣 可能呢 是只有兩個聽眾 我們沒有想過 最大的困難呢 就是現在來講 是請嘉賓難 在這裡 你可以說 現在可以感人的那些 是離開了香港才是感人的 那大家知道 這樣更加難的請人 我們有 居馬費都沒有的嘛 你分過來 捐款給我們的嘛 那再加上 可能會踩到紅線 大家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 冰雨無奈 紅線怎麼能掌握 沒得掌握 你怎麼知道它們紅線呢 明明是藍的 它更加紅的 很簡單的嘛 那兩隻黃色鴨仔 它來早兩個星期都不行了 但是 已經 你想看 國安法之後呢 有沒有與否說什麼 這個國安法的關係 有沒有騷擾 騷擾呢 就未必有的 專門臺就未必有騷擾 那就 在國安法立立之後呢 民間聯隊就開街站 就是 是被檢控 那個檢控是未經地政署批准展示標語 我從近三十幾年 我開過街站 說的是反對書案的勞工 反對巴士加價 或者反對政府什麼什麼 是可以寫入報道的 但是在今時今日這樣的政治 它用法來控告你 我們這堂一樣 接近20號上海 但是其他電訊商 賣光纖 賣網 賣足球那些 就繼續壓花時光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認識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籌款很難 籌款更加不用說了 我們的銀行戶口 過去一年 總之用各種理由 無法入錢進去 我們問為什麼呢 我們要請示上高發生什麼事 我一點都會不 download 我們講ере有麻煩 Union 然後韓國抺 Stand 我覺得我應該用一個問題 沒有二次去股票 怎麼樣? 大家都去做 香港老lor pau 你做出商心和 recruit 我們也是 aquela一樣的 如果告訴我們股票 你有一個這樣買的話 這張總的ct力 是誰你要把錢進去 跌倒前才是誰 恐懼有加器 他會立法 你在街站有捐款也不行 街站捐款也不行 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有1509個的捐款 報了他的口水罰的新聞 但是我們那些就不知罰多少 你多個總之宣布 不是從事那樣的 開街站也不行 開街站就很困難 就是過去是可以做的事情 在這時候就不行了 過去你想想7164、元旦、11、遊行 成千上萬、過百萬 香港也是井井有條 但是今時今日已經是復活了 雖然已經刑了給你 到最後都自我取消了 我們試過去上來這些拆東西 這個是民間面對 因為我是非法廣播嘛 他拆了東西 國安法之後 國安法之後 來自從994月18號 不足致 希望沒有人先進去 我覺得沒有人在這裏 最適合的 我們不是地下電台 我們是民間電台 都不是要走鬼黨 我們不是要走鬼黨 他說不行啊 法律程序 我已經不給了 不給我今晚在你樓下廣告 那就學好廣告 不是那晚他就說過了 那晚就抓了長毛 抓了長毛之後 我們這麼多抓人 那個兩晚 我們上了禮賓府廣告 但是這個已經是 昨天的事情 今天是不可能的 大家應該說珍惜你現在擁有 不是你等於永遠的擁有 你不去堅持就一輩子都沒有 最遺憾的是什麼 最遺憾的就不能夠用我們的運動 令到特區政府開放大氣力波 還是牢牢的把所有貧困 控制於政府的掌控 是把貧困賣給電訊管理商 會開放給你 你們一定要拿什麼 我覺得你只能說 怎麼說話 以前將貧困賣見 我幾次看 因為我也退休了 沒有收入 那現在民台的錢已經差不多用盡了 那是否還可以在這裏呢? 那就要想一想辦法 做一些合法性的事情 那賣畫未必 我的畫就不是不加索 是不加思索嘛 未必會有人賣的 對不對?